人造巨浪一波波翻涌而至 比基尼辣妹泡在水里 细细游玩不以乐乎 天气好热 玩水最夯 游乐园里会喷水的游乐设施 民众最爱 这个周末假日台中的利保乐园 单日就涌近五千人次 南头的九州文化村也有一千多人 出有人潮激增上山避暑的人也很多 清津农场的绵羊秀 满满都是人作无虚席 农场统计这两天 入场的人数最多来到四千人 武林农场的停车场 周末下午车还是不少 对比平日一天六百人次 假日直接翻倍达到淡季高峰 现在夏天的山林真的是很舒服 平地真的热到冻不掉 台中市区平均温度是32到33度 但福寿山 武林 清津等山区 军温大概是20到22度 相差了10度 也难怪民众争相上山 放风消暑器 在东北乡的游战景城台中南头 采访报道 三五好友穿上比基尼 玩水冲一波 小琉球海边都是人 包船出海玩水消暑 清凉画面都回来了 小琉球观光瞬间大复活 单船码头排队排超长 25号登岛人数单日就超过7000人 墾丁游客也回流 穿比基尼翘臀骗骑机车 火辣照片引发讨论 当地业者说见怪不怪啦 游戏游戏游戏如果没扶起来 脚趁会刺起来 那里边的人很多 你们的民宿这时候怎么样 住房率还OK啦 暑假前一周景点人潮回流 小琉球和墾丁假日订房率达九成以上 平日也有五成让业者笑嗨嗨嗨 而台南国华街春卷名店 排队圆融好久不见 吐托鱼跟沙锅鱼头 老板娘也忙得笑嗨嗨 只有是大概有三成啦 所以今天就回流大概三成 三四成左右 华侨市场用餐时间内容区也都得等 摊香生鱼片切不停 感动说终于熬过疫情低谷 游客都出籠了 这两天人还蛮多的 我们之前比差很多耶 游客真的被这波疫情闷坏了 趁着好天气加上疫情趋缓 各地景点小吃民店 人流明显回温 似乎已经看到疫情尽头 这张春华来管张 SNG小组 屏东台南做不到 学生读书上课都在冲瞎回 翻开课本 居然变成涂鸦本 一只马配一位兵 手上统统有武器 虽然密密麻麻 但细节完全不马虎 一个一个慢慢画出来 还有上百只剑在空中飞 超壮观的千军万马图 有妈妈上网抱怨 孩子考试成绩变差 结果一搜书包 原来都在画画 但这幅画实在太强大 网友Y楼狂赞 真的是人才 有研读孙子兵法吗 会布阵是孔明在世 真的要好好栽培 会不会在课本上涂鸦 会啊 就把古人的眼睛都涂掉 我会觉得说 这小朋友的创造力还不错 课本变成创意涂鸦本 高中生也让庄子大变身 变成少女超有魅力 还有眼睛发出激光 原来是想吃煎饼 看到猛男发出爱情光波 亚洲区圣诞老人 原来是庄子cosplay 让美术老师笑到快疯掉 把他改成 比如说脖子拉长 或者是还有装子 戴上墨镜 西洋人物也遭殃 这一位变成穿制服的少女 两位组团是跳骑马舞吗 爱因斯坦变成Open奖 超强自拍一二三 最后压轴的这一位 穿古装骑自拍摆车 居然毫无违和感 每一个酷手作品 让网友大喊 通通标框 收藏起来 记者杨世武 黄世云 高雄报道 一颗颗饱满的柜上头 撒满了葱花和馅料 再放进油锅 炸得滋滋作响 油箱的气味一阵阵袭来 让人猛吞口水 炸柜起锅捞出来一看 蚵仔柜的厚度直比五公分 金黄酥脆的标坯超级诱人 搭配独门的炸蒜头和独家酱料 不但好吃耍脆 而且一个只要十二块钱 就算是雨天 民众也大排长龙 还有人特地从外县市 冲到新竹来买 桃圆 桃圆来了 这是电店 很久以前我来过一次 来回味一下 为了忠于原味 老板坚持不涨价 一百一十一 二十四大蛋就有了 另外一家在地美食 则是健康满点的蔬菜煎饼 模型里淋上满满的蛋汁 撒入大把的蔬菜 红萝卜和玉米 再把蛋饼一个个翻面 那么大一份蔬菜煎饼 只要四十块 清甜的好滋味 就连小朋友都很爱 一口接着一口 超实惠的同班美食 不只有超高CP值 还有更多满满的在地好滋味 记者和孟茜 叶玉娜新竹报道